那我們來開始上課 就是今天第三課 那今天第三課我們要介紹非常多 過度擬核解決方案 就是我們這節課之前 我們已經提到深度學習的三大問題 就是T度消失、過度擬核 跟權重初始化問題 這個過度擬核 如果你有上學習的課 你就不是第一次聽到了 因為就是你發現 這個複雜的神經網路在驗證組的表現 就還沒有簡單的彈性網路來得好 那主要原因就是 但是在這個training set 神經網路還是表現得比較好 所以我們發現 我們其實就是過度的去 追求這個 訓練組的準確度 導致未來應用的時候的performance下降 好,那這個 資料科學的實驗流程大家應該是非常清楚 我們要發展模型的時候 一定是要把模型分成 資料分成訓練組、驗證組跟測試組這樣子 那整個流程 就是有些人可能是第一次接觸 在講一次 我們需要用訓練組的資料來建立模型 那我們的目標 雖然說我們前兩節課都在學習 如何做很好的優化 但是我們目標 其實並不是希望訓練組的accuracy 越高越好 我們的目標不是這個 我們是希望在最後測試組的時候 在未來的應用的時候 它的accuracy是高的 那我們需要用訓練組建立模型 然後用驗證組選出最佳模型 你們已經注意到了 我們其實有非常多的超參數可以調整 舉例來說 上節課 我們前幾節課就有教到了 這個 learning rate是一個可以調的 bench size也是可以調的 而且bench size影響可大 對不對 然後還有這個 你選擇使用什麼優化器 那個優化器裡面也有超參數可以調 對不對 那個adden裡面也有beta1,beta2可以調啊 所以可以調的東西很多 所以我們必須在驗證組裡面 決定一個最佳的超參數組合 然後最後再測試組只能用一次啊 好 那我們的目標 並不是在訓練組預測的多準 那我們來解決 我們來再次來看一下過度擬合問題好了 好 那這個 請你在這裡下載範例資料啦 那這個資料是 就是 這個我們 這個在 上學期的課程中 蠻常用的了 好不好 那這個 我們先把它分成 training set 跟validation set 還有test set 能用是不是語法可以做到 那這個 有一些mice的版本 如果不對的話 這可能要改一下啦 好不好 complete.mids 如果你是 有一些 欸不過你們都是用server嘛 啊用server沒有影響 因為server 所有人的版本都是跟我一樣的 這樣子 所以就是 直接貼這串語法就好了 好我們把它貼起來 這個 我今天應該是lesson3了吧 好我們來 全部複製貼上 好全部複製貼上 它就完成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到底要做什麼事啊 這個商傑克的時候 我們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啊 就是 使用小批量提出下降法 它每一次抽樣的時候 會有變異嘛 對不對 這個概念非常的重要 它每一次抽樣會有變異 那這個變異啊 是有好處的 除了可以不讓我們 比較 讓我們不容易困在局部集職之外 我們還可以 得到一個比較平滑的 預測邊界 那其實這就是在防止過度擬核嘛 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好我們現在 要試著來做一下 這個 我們要把這樣一個 增加變異的這個想法 把它放到我們的神經網路裡面 增加變異其實是有好處的嘛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有一些變異 有一些變異 有一些變異的話 它就沒有辦法學得這麼好 它學得這麼好的話 它就會學個 它可能就會學著趨勢 它就不會把每一個東西都背起來 因為它背不起雜訊嘛 如果它是真的雜訊的話 其實我們是背不起來的嘛 這樣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這樣所以它就可以給它 比較平滑的邊界 好那我們現在啊 我們把這樣的一個增加雜訊的方法 我們可以直接對資料本身做出雜訊干擾 什麼意思呢 這個Sample 它本來就是一個有病的人 可是有時候我可能會判錯嘛 對不對 那我可以故意把它變成沒有病的人 有個小的機率 你不能說 這個有病的人 它有一半的機率 有病一半的機率沒病 然後沒病的人 也有一半的機率 有病一半的機率沒病 那就是全雜訊了嘛 對不對 那你可以給它 有時候給它 可能有99%的機率是對的 但是問題是它就是有1%的機率 會標籤會換掉啊 或什麼之類的 或者是 如果你未來面對到圖像的任務的時候 你可以把圖像 進行這個角度的旋轉 翻轉 在你的 你大概 一隻貓經過一些旋轉 你還是看得出它是一隻貓嘛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這個 對神經網路來講 那就是完全不同的Data 好 那你說在醫學領域上面 這樣有意義嗎 很有意義啊 假設說這個 你做這個CT好了 CT正常的人都躺著嘛 對不對 他當然不可能是趴著進去啊 那你說他會不會有一些人 他在進去的時候 各種原因 什麼 可能衣服比較厚啊 這上下 往上移了一點點 或是他這個 就是 呃可能往 稍微往右側一點點 往左側一點點 也就是有一點簡單的旋轉 可能有這種情況嘛 對不對 那為了讓模型更加強壯 我們把這個強壯啊 其實在那個統計上面叫robust robust 穩健的意思啊 這個 我們會使用資料擴增這個手段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到底要怎麼使用資料擴增啊 來 這裡有一個參數叫noise 這個是我們上節課結尾的時候的這個大的這個函數模型啊 當然這是我寫的啦 但是 這個 就是你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一點點去拆開 他是怎麼去運算的 好那我們這邊有個noise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noise 這個noise是在哪裡去發生的 來這noise在 noise在 noise matrix 來 noise matrix在做什麼呢 如果 我們今天 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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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iation 這邊為什麼會這樣 我看一下啊 sd 你說noise在哪裡 在上面 在上面 這邊 這邊 喔 好 這個 這個noise是 這個每一個 每一個variable 我們給他的noise是不一樣的啦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個 這個noise如果 反正noise就是 就是這個 呃 noise如果數字設的越大 noise數字設的越大 那我的這個就是 呃 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就是 給他的noi 雜訊就越大 這樣可以吧 那他的這個noise是幾倍的標準差 單位是幾倍的標準差 好所以只要我們有noise 我們noise 如果我們就可以設置noise從小到大 然後去觀察一下 他的這個performance的變化 那注意的是 因為我們的variable 我們的data超過了 這怎麼那麼慢啊 我們data超過了這個 呃 就是我們data已經超過了這個五個 呃 就是 超過了那個 呃 兩個維度嘛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在圖像上面 呈現他的什麼切割邊界啊 什麼之類的 如果你一定要用的話 你可以改成這個 欸開玩笑喔 欸 怎麼會跑不完啊 嗯 欸 我們 我們這一份 還是我們用的這一份 檔案太大了 我看一下 哇靠我的server撐不住啊 等一下好了 等他一下 好我們繼續看一下 我們把這一個 我們把這一串程式碼複製下來 好那現在 現在我們就要做實驗了 我們要做什麼實驗了 來看著 我們把 我們就這樣做 你直接用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直接會把ROC curve畫出來 也就是說我用TrainingX TrainingY ValinationX ValinationY 然後我現在 給他的 Number of Kittens 是30 你可以給他多層一點啦 但是這樣訓練的會有點久 我 那我不太想花那麼久的時間 那我 Noise現在是0 現在的BenchSize是100 你BenchSize可以調 調的更小 它Noise也會變大啦 好不好 我們先直接這樣子 training看看 你看 好 OK 那剛剛 Number of Hidden 就30 對不對 那這個網路是不是 比較小 我們試著把 Number of Hidden 改300 從30 改300 好 你可以 改成 假如說 我們等一下試一下30 30 三層深的網路 它一樣也會很容易出現過渡擬核 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啦 這個 你這個 那個 乘數越多 它的參數就越多嘛 越多 代解參數 那樣本不足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發生過渡擬核 這樣 懂我的意思吧 我們在 我們在這裡強調一下 過渡擬核實際的原因 好了 過渡擬核實際的原因 就是你要解的位之數 比你的樣本還要多很多 那 這樣會發生什麼問題呢 你可以想一下 這個 在數學上 如果你 你需要解 二元 二元 二元N次方程式好了 總之就是 兩位之數的 那個方程式 兩位之數的方程式 你需要幾個式子 你需要兩個式子 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這個沒有問題吧 那如果只有一個式子 你有辦法解嗎 你沒有辦法解 對不對 所以 N元連立方程式 如果你的 式子數目 少於N 你是沒有辦法解的 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在深度學習裡面 這個 方程 這個式子就是由 這個樣本所提供的 你的樣本數就是你的式子的數目 比你的位之數來的 少 那你就 解出來的答案 當然是滿足那個方程式的 但是 你就不知道你解到哪一個答案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樣可以理解我意思 好 那你看 是不是 如果我樣本提升之後 Training Set的Accuracy明顯上升 欸不是樣本啦 這個 Number of Hidden 上升之後 Training Accuracy明顯上升 但Vradition Accuracy明顯下降 對吧 我把300改成30 30 這個也是一樣喔 我在做實驗的過程中 你們也可以試著 就是跟著跑一下 直接也不會花很久的時間 OK 好 過度女盒出現了以後 我們要怎麼解決咧 來我們可以把Noise加上0.3 把Noise加上0.3 對於 Number of Hidden 是30的 那他的Accuracy有下降嗎 你是不是完全沒有下降 幾乎沒有降嘛 對不對 所以Noise Noise對這個網路 會不會有很大的危害 其實不會喔 就即使他 他本來可能已經很準 他本來準度可能80% 你給他那些Noise 其實準確度也不會有什麼下降嘛 好你看到我給了一個三層深的網路 3030 training Accuracy上升了一些 Vradition Accuracy下降了一些 對吧 看到了吧 很明顯 OK 可是我們來看一下 小模型我就不是了好不好 我們把大模型 我們同樣一個3030的 這個我們講印上沒錯 我們直接把Noise改成0.3 我們來看一下 會產生什麼結果 好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 剛剛是沒有Noise的喔 我們現在加上Noise來看看 他的Performance有沒有上升 到底是怎麼變化 Vradition Accuracy上升了一點點 上升不多但上升了一點點 連Training Accuracy都上升了耶 這個純屬意外了好不好 正常的狀況下是 Training Accuracy下降 然後Vradition Accuracy上升 這樣可以吧 所以說 來你看喔 8470 90 90 68 這樣可以吧 所以說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給Noise這個手段 當然你Noise給的太大 我們repeat一下這個實驗好了 你Noise給的太大 我們故意給一個很大的數字好了 舉例來說 Noise那麼好 那我們不要給3好了 我們給個 給個 給個 1好了 1就是 正負一個標準差 給個2好了 2 2 2 那就是非常Noise Noise已經非常大 就是你的 你本來心跳可能是100下 有可能會變200 這樣 他可能還是保有一些趨勢 但是他的 Noise就實在是太大了 我們看一下 Noise這麼大之後 他會發生什麼事好了 來看一下他的結果 結果 結果還沒出來 怎麼那麼慢 好這個 這個我不太想等了 我們等一下直接看一下 結果是怎麼樣好了 那 這個 就是 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 為什麼 過度擬核 加Noise聽起來非常智障 你們 你們什麼時候做分析的時候 會覺得要往裡面丟Noise 從來沒有這種事 對不對 那個 流行病學上課的時候 不是告訴我們嗎 測量要精準 不精準 會導致這個什麼 什麼 那個什麼 什麼 危險性低估啦 什麼有的沒的 對不對 所以 聽起來增加 變異 這個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議的事情 對不對 好 欸你看到了嗎 Noise給的太大的時候 的確 Training跟Validation 它沒有過度擬核 對吧 他們兩個Performance非常接近 但是 這個 他們Performance一起降 所以Noise給的太大太小 都是一個問題 好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要跟大家講的是啊 這個 的確啊 這個 給Noise這件事情 本身並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但是啊 所以這個Noise最好不要是真的Noise 就是 不要是完全沒有邏輯的Noise 我剛剛給的Noise就是完全沒有邏輯的Noise 我只是 在測量這個心跳的時候 給它正負3 正負7 正負10 這個Noise沒有任何邏輯嘛 這個Noise其實不好 它其實對Model Performance提升 其實不好 你可能說它可能ByChance會提升一點啊 或者是降低一些過度擬核 這個當然是有原因的 我們等一下再講 那我希望你們在設計資料擴真的手段的時候 會考慮到資料的合理性 我這邊舉個例子來講 舉例來說 我們 一個 我們剛剛講圖像的這個 翻轉 旋轉 平移 這個都是合理的 為什麼 因為同樣是一隻貓 不管它經過怎麼樣的旋轉翻轉 你還是會認為那是一隻貓嘛 對不對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那我問大家一下胸部X光可不可以翻轉 可以翻轉嗎 胸部X光可以翻轉 鏡像翻轉 你心臟本來是 本來是往某一邊長 突然變另外一邊 肺好像也沒有那麼對稱吧 好像一半是兩頁 然後一份是三頁嘛 對不對 所以它好像不能隨便翻轉吧 可是我跟大家講一下喔 這個 實際上 你到時候看Paper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還真的有翻轉 可是它翻轉的時候 它注意一下就是 它翻轉 它可以翻轉沒有錯 可是它付出的代價 它在推論的時候 正的要看一次 翻過的也要看一次 然後把兩個機率平均 就是實際上 正的X光跟反的X光 那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啊 這樣可以了解嗎 那個心臟長的方向是不一樣啦 所以 所以這個我們再強調一下 就是Noise這個東西可以加 但盡可能你要讓那個Noise 是 資料裡面真正會出現的Noise 不是說 不是說這個就是 呃 又是 呃 好處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喔 因為你的原始資料裡面 你的原始資料裡面 你一定是 你一定是 這個 呃 有一些固定的Pattern 舉例來說 你 最佳Rate切點 你在做決策數的時候 你切點就是70 這個70 其實69跟71沒有差別那麼大 可是沒有辦法 資料就告訴我切點是70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你給了一些Noise之後 他就會發現 欸 他定70好像也不是那麼好 為什麼 因為常常有Noise會讓 會讓他說 欸71 有時候71比較好 有時候69比較好 這樣就會有一個平滑的邊界 隨機30比起決策數的好處 就是有一些隨機性 這樣可以吧 但是啊 這個隨機性並不總是比較好 這個 這個 我們還是要特別強調一下 這樣可以齁 好 所以 這個 降低P量大小也可以降低過度擬核的發聲 舉例來說 我們Noise射0 欸這個 降低P量大小 這個我們早就知道這回事了嘛 對不對 上捷克我們就教過啦 我們再試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Benny Size給20 Noise給0 他的Performance也會 就是他過度擬核也不會那麼嚴重 這個 在Number of Kitten是300的狀況下 最初他的這個 欸好像 說 好像也沒有到很不嚴重喔 對不對 好啦 欸這個 就出來還是有好一點啦 好不好 那這個 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降低P量大小這件事情啊 這個 上捷克我們這個 這個 這個 他有講過了嘛 對不對 你Benny Size太大會危害你的健康 那我上一節課 有很仔細的 從理論上去解釋說 為什麼 這個P量大小 也不見得在什麼時候 這個 呃大就比較好 小就比較好啦 還是要看資料的特性啊 那如果扯到資料的特性 那 經常就是 呃 在很多時候 我們在實驗做之前 我們根本就不知道資料的特性嘛 對不對 那搞到半天 我們Benny Size也變成一個參數了 那我們好好聊 我們當然有一些 有一些邏輯啦 簡單的dataset 確定的dataset 盡量 Benny Size小一點比較好 很複雜的dataset 那 請你用 這個大一點的dataset 比較好 那醫學上又有一些不確定性 對不對 他performance 上限就沒有那麼高 所以用 Benny Size小一點 給他多一點noise 那其實 本來就比較好 這樣多noise吧 好 那我們來學習一下練習衣啦 練習衣這個樣子 就是 你剛剛在做 呃 真實世界的資料的時候 Gonex是一個真實世界的資料嘛 對不對 這個 Case組是不是很少 Case組是不是很少 Ctrl組是不是很多 對吧 好 可是這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 因為批量有可能會越來越小 就是你 你現在Bench Size你在調的時候 他可能會越來越小 你小到最後可能就是三個樣本 四個樣本 你看我們上個禮拜看的paper 那個 吳文達的那個paper 吳文達就是 我上個禮拜帶你們看那個 Stanford大學的教授 好 那個 呃 他也是個很有名的人啊 他 除了是Stanford大學的教授以外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 Project 叫Google Brand 沒有關係 你們有沒有聽過沒有關係啊 你們上網查一下 這吳文達是Google Brand的總組實人啊 所以他也是個了不起的人啊 你看他在做 醫學影像的時候 他Bench Size只有8 8是一個多麼小的數字啊 對不對 那8會不會發生一件事情 你會不會一個抽樣抽上來發現 一個Case都沒有 你的盛行率只要小於10% 你就很容易一個樣本抽上來 完全沒有Case 對吧 所以要怎麼解決呢 解決方法就是 我們試著啊 我們試著做這個 就是 我們試著實現一個策略叫Oversimpling 這個Oversimpling啊 你現在學會使用Oversimpling 這個是跟你那個上學期是最大的不一樣 你看 這個學期 因為我們的函數 我們的Agonism 我們整個函數是自己寫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裡面就可以去改一些有的東西 這樣 我們可以去過Oversimpling 我們剛剛在抽Bench的時候 我們在抽Bench的時候 我們剛剛抽Bench是在哪裡抽的 我們來看一下 抽Bench 是在 好這裡 我們在抽Bench的時候是這樣抽的 完全隨 簡單隨機嘛對不對 那我們 只要改變抽樣的邏輯啊 我們改成Case抽 一半 Ctrl抽一半 那一起把它丟進去 那這樣是不是就是 過度擬核了 解決 可能可以解決過度擬核對不對 好請你試著 在 你可以試著用過度擬核來解決一下這個問題 但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喔 這件事很重要喔 很多 很多 有一些 我不能講很多啦 有少數的paper 少數的paper 在做過度Oversimpling的時候 Validate Set也Oversimpling 這是很有問題的 這是很有問題的 Validate Set 我們不能改變原始樣本的分佈 因為你原始樣本分佈了 你做Oversimpling 盛行率是不是就被你強迫 變成了一半 那你的陽性率特質當然會很高啊 但那是假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有一些比較 就是paper比較爛的啦 就是 期刊等級比較低的 偶爾會看到犯這樣的錯誤 那你要非常注意一件事情喔 那個 比較 好的期刊不會有這種錯誤發生的 好那我們了解這件事情之後 請你做一下練習 如果你的程式非常難寫 你可以直接貼後面的答案 好不好 但重點就是 你需要去嘗試 有Oversimpling跟沒有Oversimpling 它到底效果是什麼 你會發現Oversimpling可能是 最好的一個Data Augmentation的方法 好我們現在把螢幕放給你 好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這一題的答案 那我們反正就是先抄這串程式碼啦 那關鍵就是在Oversimpling這裡 那Oversimpling它修正的地方在這裡 我們本來抽樣本的時候 我們本來抽樣本的時候是簡單的抽樣 現在變成Positive Sample抽一個 Native Sample抽一點 然後把它放在一起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 這樣子的話我們每一個Bench 就可以保證 它的這個就是 Case組跟Ctrl組是 這個有一樣多的 好那你可能會覺得這樣有什麼意義啊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來把這個 這個函數把它Source一下 我們就做兩個實驗就好了 好我們剛剛 好這個我們不要100啦 有點累好不好 我們就這樣 然後Noise我們就 Noise我們一樣這個 0.3好了 好這個我們就100 這個是沒有Oversimpling的狀況 這次現在是沒有Oversimpling的狀況喔 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好沒有Oversimpling的狀況 0.8360然後7752對吧 好那有Oversimpling的狀況我們看一下 這個略為上升了一點點幾乎沒有差別 好那個 大概 我大概跟大家講一下啦 這個 其實照道理講 它應該是要有一些上升的 可能不會上升很多 但是它會有一些上升 那為什麼為什麼會有 為什麼Oversimpling會有上升呢 其實我跟大家講 其實Oversimpling會上升主要 Performance會上升 主要是因為你看的指標是ROC curve 如果你看的指標不是ROC curve Oversimpling搞不好還會對奧康有害 為什麼呢 ROC curve是怎麼畫出來的 敏感度跟特異度 敏感度我們在畫敏感度跟特異度的時候 我們會考慮到樣本的分佈嗎 不會 這樣可以吧 我們就是把CAS組跟Ctrl組分開看 看CAS組的準確度跟Ctrl組的準確度 敏感度就是CAS組的準確度嘛 對不對 特異度就是Ctrl組的準確度嘛 所以是因為我們用的指標是這個 所以說我們動Oversimpling 會對Performance有好處 如果你直接看的是Accuracy 那我跟大家講 Oversimpling有害 為什麼 因為他學習的樣本分佈 並不是平衡的 他本來不是平衡的 他現在學的是平衡的樣本分佈 對 那舉例來說 我隨便舉個例子來講 你現在要路上 隨便抓一個人 你要預測他 有沒有 適不適制 在台灣你要路上抓一個人 預測他適不適制 你覺得 你怎麼樣 你全部都說會適制 準確度有99.9% 至少也是99.9% 對不對 可以吧 那 那如果你在training的時候 你故意每一次training的時候 都把這個適制的抽一半 不適制的抽一半 那你這個model 當然這個model 會不會強迫去學習一些 有一些特徵 對吧 舉例來說他可能學到一些 什麼教育程度啊 什麼 或者 教育程度一定是沒有啦 對不對 可能會學習到一些年紀啊 什麼等等的資訊 對不對 可是你放到真實世界一放 你會發現 他本來他在原來的sample中 他發現 這個 他平衡的 平衡的data之後 他發現 年紀80歲以上的人 很多都不適制 為什麼 因為他那群不適制的人 他可能年紀就80歲以上了吧 那他每一次抽上來 他就發現 靠這個陽性特質可高了 我一定要用這個 那實際上 你去路上抓個80歲了 你看他是不是 大部分的都適制 你破壞了樣本分布 導致他學習到錯誤的東西 所以我要跟你講的是 你的training sample 你的data augmentation的設計 除了要考慮到他的真實性以外 你也要考慮到 你要用什麼指標去評估他 如果你用的指標 是類似ROZ Curve這種 平衡的敏感度跟特異度的 這樣的狀況的話 建議你 要做oversimpling 可是我問大家一件事情 那你這樣聽起來 好像你是 根據你要用什麼指標 決定你要用什麼strategies 那這樣我為什麼要用ROZ Curve 我為什麼 我為什麼不能用accuracy 用accuracy 99.9%的預測準確度有意義嗎 可能沒有意義 對吧 那為什麼醫學上要用ROZ Curve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要敏感度跟特異度 我們為什麼不是用accuracy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對不對 如果你思考到這裡之後 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這跟你怎麼用它有關 就是很久以前我們的書上都有寫 對不對 為什麼我們要用敏感度跟特異度 因為大部分的狀況下 這個 在用一個診斷工具的時候 比如說你要用一個deep learning model 用一個診斷工具 你是輔助診斷嘛 醫師懷疑 可能醫師懷疑這個變成是個case 我想要 validation一下 validate一下 這個 我們使用 工具 來 這是已經是個case 我們來用上去 它的準確度就是敏感度 對吧 它確定不是了 我們用一下 它的準確度是多少 所以我們的 如果你要做decision support 或者就是 這個 就是 這些診斷的時候 咦?當然是要看敏感度 特異度 可是我問你一下 如果你今天你的AI 是想要 在背景做screen 假如說你看到你的這個 你看到你的這個 就是 如果有一張心電圖傳上來 你發現它有非常高的機率 可能是 這個 假如說 這個 這個 極靈心理梗塞 你就要發簡訊 你這樣適合用敏感度跟特異度嗎? 不適合 你需要關注陽訊特質對吧 所以你可能變成需要關注陽訊特質 敏感度還是很重要 但特異度變得不是那麼重要 因為你不關心control 對不對 你關心的是 你發出去的主動警告 它的準確度有多高 這是陽訊特質嗎 對不對 那有多少人 會被你的eggon人抓到 這是敏感度嗎 對不對 所以你看 其實不同的指標 它的 你的用法不一樣 你關心的事情可能就不同 你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你關心的事情不同 你的指標不一樣 你設計的eggon人可能也要配合它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吧 好所以請不要 不要一股腦就覺得oversampling就是好用 好不好 但我這邊oversampling 我只是想給大家一個示範 也就是說 你的data augmentation的方法 你必須謹慎的思考 跟data的關係 然後跟指標的關係 跟未來應用的關係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那這個 這個data augmentation 這個是最沒有技術含量的一個 這個 的技術啦 我們幾乎沒有任何數學嘛 對不對 你們覺得這很簡單 那我們來加點數學 來這個正則話 我們 上個學期我教到 正則話就是 我們 在 training的時候 我們希望啊 我們的parameter 我們在解參數的時候 我希望我們的parameter 不要離零太遠 為什麼不要離零太遠 就是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 這個 我們想要用 呃身高體重巴拉巴拉的 去預測一個東西 有很多個variable 你想要預測一個東西 那 係數為零代表什麼意思 係數為零代表他沒有用 對不對 所以我們希望 在training model的時候 我們希望 可以 這樣不必要的參數通電零 那這樣子的話 我的model就可以比較精簡 這樣可以吧 那這當然有助於防止過度擬合啊 對不對 模型等於篩選出了不重要的變相 然後就把這個 把這個variable給丟了嘛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如何在training的時候 把這個 就是把這個 概念把它放進來 比較好的做法就是 我們本來的loss 還記不記得 我們第一節課的時候 上梯圖線量法是怎麼做的 我們要 我們有一個predition function 有了predition function之後 我們決定一個loss function 決定一個loss function之後 它整合出來的loss 我們希望它越小越好 找出一組參數 讓loss越小越好 那本來我們只關心 y heart跟y的關係 我們現在額外關心 我們希望w不要太大 那我們希望把w加進這個loss裡面 這樣可以了解吧 那w的絕對值 這個讓打是一個正則化係數 讓打越大代表你的loss 考慮 你越希望這個w接近0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因為w的絕對值就是0 w就是權重 你接近0 權重就是代解參數 就是你那一堆代解參數 這樣可以吧 你w越接近0 你的讓打越大 就代表你越希望 模型在訓練的時候 看中w的大小 而不要看中y跟y heart的準確度 所以讓打是這樣調節 那如果你是用絕對值 這叫l1正則化 你用平方 那這叫l2正則化 這兩方法都可以 沒有什麼不一樣 好不好 你可以使用l1也可以使用l2 只是說l1 l1它只有方向性 就是如果你是正的我就剪掉讓打 負的我就加上讓打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微分周的結果 如果是l1函數的話 也就是說我們每次在解loss的時候 我們每次在解T度的時候 我們要額外加上一個讓打乘以 如果是l1 讓打除以w除以w的絕對值 所以這就只留下正負號 右邊就是正1或負1 這樣可以吧 正1或負1 這個就是你會考慮到w的大小 所以對於l1正則化來講 它的正則化效果會非常的暴力 它會強迫很多東西變0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但是對於l2來講 它如果已經很小了 它降了就會更小 就不容易到0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但是當然當讓打很大的時候 所有權重當然很難離開0 好 這個l2正則化比較常被深度神經網路使用 我們還沒有學到套件 我們下一節課開始就會交到套件的使用 我們今天是不是我們寒假前的最後一節課 好像是 沒關係 我們下一節課開始 我們就教大家使用套件 因為看到一個係數 套件就是寫好一個大函數 然後這樣用 對不對 你會看到一個參數叫Wave Decay Wave Decay 權重衰減係數 這是不是很像權重衰減的感覺 那我每一次在更新權重的時候 都剪掉一個讓打成為自己 這樣是不是我每一次 我每前進一步 我就要後退0.01步 類似這樣的感覺 所以這個讓打W 讓打W 是權重衰減係數 這樣可以吧 所以我們如果用 我們如果看到權重衰減 代表是L2症的話 我現在隨便打開一篇paper 也沒有很隨便啦 好不好 就是 我一樣用上次那篇 Plus Medicine Tracks Exynet 我們來看一下 他就有寫喔 他就有寫Wave Decay 我們的目標是這樣子 就是今天 我們當然有些人上課是要會寫程式的 對不對 那有一些不想要會寫程式的 我覺得沒有關係 你只要某天你看paper的時候 你看到Wave Decay No other forms of 就是正則化 Such as Wave Decay Or Drop Out 诶? 等一下我們就會看到了 我們下一節 我們這一節課的下一個小節會教 我們想 他意思是說 他沒有用任何正則化的技術 好 我的意思是說 你今天上這節課 除了會寫程式 你真的會開發深度神經網路以外 我希望那些不會寫的人沒有關係 跟你至少paper上某些術語 你要看得懂 你有看過他 他好像 那個 那你就覺得這篇paper 讀起來就沒有那麼困難 你可以跟專業人士溝通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我們來看一下Wave Decay 這個東西 我們要怎麼把它加入我們的 神經網路裡面 其實非常的簡單 因為他在最後的Loss才去加的 他在最後Loss才會加的 對吧 所以說 其實只有 GradientW 被改變了 中間都是沒有改變的喔 只有GradientW被改變了 這樣可以 GradientW 除了本來的這個以外 再加上浪打W 這樣可以齁 所以我們 要把程式碼改進去的話 你看一下 我的Wave Decay在哪裡啊 喔 浪打 我的浪打 在這裡 我的浪打 也就是說 我唯一更新的地方 只有這裡喔 減掉 同時 在做T度下降的時候 同時減掉浪打 乘上W 這樣可以吧 同時減 欸浪打 乘上W 我在做Aden的時候 居然沒有設正則化係數喔 天啊 我看一下 MHOT 哇靠 我這裡沒有改欸 欸這裡 這裡 欸我這裡真的沒有改欸 我沒有把浪打放到Aden這裡來 好這無所謂啦 好不好 那我們等一下就不要用Aden了 我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欸 這程式太多了你知道嗎 這個程式那麼多行啊 這個 難免會有一些失誤啊 好那我等一下就不能用Aden了 這樣我用Aden的話 有 有 權重衰減等於沒有權重衰減啊 好不好 啊那有趣啦 這個 欸 這什麼 欸 欸這開玩笑吧 這已經我在做練習俄的答案啊 好那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花一些時間把答案改掉了好不好 而且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 那這邊簡直是開玩笑的 因為Aden根本就沒有 連Aden這裡挑多少都沒有用啊 因為剛剛那邊的程式嘛 根本沒有改到Aden的部分啊 SGD的有好不好 你要做的實驗是什麼 我要跟你講 你們等一下就先做SGD的實驗 你們要做的實驗是說 我希望啊 你們可以 故意用很深的 很大的神經網路 舉例來說那個神經網路 剛剛那個300 Number P等於300 對不對 Overfitting很嚴重對不對 你不要給他Noise了 你Banysize也維持大概100的大小 可是你給他這個LOR數字大一點 只要給個0.01 那你會發現 他也有預防 證責 就是預防共同擬核的能力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 我等一下更新一下我上課講義 然後那個 那個大家先做實驗好不好 好大家看一下 我剛剛已經把這個語法改成這個用A等是有正則化了 好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實驗啦 就是我們現在讓浪達等於0 然後我們做一次 然後注意一下我其他的設置喔 我的那個Noise是0 這樣可以接受 Noise是0 然後 這個Number of Hidden是300 這個Banysize算是20 但是這個應該是一個非常容易overfitting的這個 這個的這個模型啊對不對 來我們做實驗看看 我們來看一下最後做出來的結果有多少 那個新的程式碼就是你更新一下程式就可以了 好 0.80 0.71 這很明顯的 Oversample 就是有那個 overfitting的問題嘛對不對 好我們把 讓打從0 改成0.001 我們再做一次 好多了對吧 好多了 而且看不出來overfitting的問題了 我們再把他改0.01再看一下 是沒有overfitting但發生了什麼事情 連training的performance也下降了對不對 為什麼會下降 代表你可能懲罰的過多了對不對 他 他是 他有學到東西但是他一直沒有學好 所以這個讓打這個東西啊變成你其實要你就是需要調整他 這樣動的意思吧 欸你們有沒有人可以清點可以算得出來我到底從第一節課到現在教了多少參數啊 數不太清楚對不對 數不太清楚 你已經有你背的出來嗎 你有這麼厲害 你有這麼厲害 對啊其實不用背啦好不好 但我現在想跟你們講的是說就是 呃 這個 你最後來就會發現啊 這個 可以調的參數那實在太多了 所以說 深度神經網路喔 欸我們 我們 我們都還在教最基礎了對不對 我們都還沒教後面的咧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Model啊 你要 你的Performance要好啊 那其實 那其實 那其實有 這個 你其實有很多東西要調啊 欸那個 俊合啊 你看我們有教Oversampling欸 你要不要 對啊 你要不要試一下 而且我們的Outcome很明顯是Around Curve嘛 對不對 你是不是要試一下 在這個 明天的課對不對 不過明天我們 明天我們要教新的啦 對不對 回去再試這樣子 Oversampling再試一下 對啊 效果可能會 完全沒有差別 你為什麼跟你講 為什麼 因為你用的Model 可能是XGBoost的話 就不會有差別 就他的 他的這個 就是 你要用 你要看你要用什麼 用什麼Model 有些Model 有些像決策術什麼的 他本來就是 他本來就是 他在分的時候 本來就沒有在管那個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大家 他可能就不會 他可能就不會 你有沒有Oversampling 就意思就是一樣 這樣可以吧 那但是深度神移網路是有差的 好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哎呀我們又多了一個 好我們來第三節 Drop out 欸這不是我們剛剛看paper看到的字嗎 對不對 看不懂這是什麼 啊這個 Drop out 我也不知道怎麼翻譯啊 這個 好像也沒有人翻譯 所以這個 不然我們來查一下好了 我真的是不知道他的翻譯是什麼 我看一下中文 中文 看一下 這一定不是錯學啊 這下面這個講的是對的啊 但是問題是他沒有告訴我 他的中文翻譯是什麼啊 欸你看連中文的維基百科 他這個字都有寫英文 我真的不知道這個字的翻譯是什麼 反正一定不是 反正一定不是直接的翻譯了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不管啊 我們就叫Drop out好了 我真的 因為我真的 我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聽過 有人講出中文啊 好那 這個Drop out 來 我們 這個講了半天都在講20世紀的東西啊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一些21世紀的東西 這篇paper還有沒有印象 我們上個禮拜 Google的 9萬多是引用的嘛 對不對 來又是Hinton Hinton在這一篇paper裡面 他用了非常多的技術 其中他唯一一個 唯一一個是新的技術 就是Drop out 那我們來看一下Drop out是什麼東西啦 好那我們來 這個 這個技術我覺得還不錯喔 我們來看一下 來 他說啊 我們正常的神經網路長這樣子 就是你有一些input嘛 對不對 有一些parameter進去 然後下層的神經源 這個下層的神經源 每一個都是全連接的嘛 每一個都是全連接的 那每個都全連接 這個所以他 這裡5這裡5 所以就25條線嘛 5乘5 矩陣總共25個帶點參數 這樣沒有問題吧 25個帶點參數 好那 在下一層也是全連接嘛 對不對 最後就出去了 他說這樣的網路啊 呃 這樣的網路 這個 他們要改這個網路的結構喔 他做的是什麼 他說我每一次在training的時候 然後 我做一個 我故意把其中一半的神經源丟掉 那這樣 下面 隨機一半 欸每一次都不一樣喔 如果我每次都固定 那就變3乘2乘3了嘛 對不對那這樣就一樣了 他是每一次都不一樣喔 training的過程中 每一次都不一樣喔 每一次不一樣 第一次他抽這三個 第二次他可能抽這三個 第三次可能抽某兩個 每一次都只選一半 這樣子每一次 本來這邊有25條線 我這裡每一次 是不是就只剩下3乘2 6條線 這樣可以吧 我剩下6個參數能解 剩下這些根本沒有連接 那顯然就不會有他的梯度嘛 在更新權重的時候 跟他沒有關係 對吧 好這樣做有什麼好處 我們形象點的比喻在下面啊 那你要想一下喔 如果今天 呃要預測這個東西 你發現 用這個神經源 跟這個神經源和這個神經源合作 那這樣子這條路就全部都預測完了 請問一下旁邊的人 他有學習的動力嗎 沒有學習的動力 他還會更新梯度嗎 沒有因為梯度已經是0啊 Loss是0的狀況下 梯度就是0啊 沒有Loss就沒有梯度啊 這樣喔 因為你已經百分之百準了 你還要更新什麼東西 你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沒有Loss就沒有梯度 所以如果你有某一個神經源 的組合 已經 完美解決問題了 剩下的東西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所以本質上一個神經網路 其實是一堆神經源的合作 去做出共同做出一個預測 類似於這個 一間教室有很多個學生 然後一起給他們寫一份考試卷 對不對 像有李俊和這種人 那大家都不用學了對不對 大家都把考試卷丟給他寫 可是你在Dropout的概念是什麼 每一次考試的時候 你們還是一個班級一起寫 沒有錯 可是我每次我要抽一半的學生出來 不讓他寫考卷 那這下要刺激啦 因為每一個 每一個人都可能被抽掉 對不對 所以不能夠只有幾個人會 那如果某一天 他們全部都被抽掉了怎麼辦 對吧 所以這下要刺激了 所有人都多多少少要學會一些東西 所以Dropout的概念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他實現起來 也不會很難 不會很難是相對的啦 好不好 比起這個加雜訊 那當然是很難的 那比起加正則的話 那也當然是很難的 但是到時候你們用套件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這個也不是很難的 真的沒有很難 好 我們來看一下 Dropout的本質上 其實就是增加了一個Layer 我們之前在做神經網路的時候 是不是 首先先經過 我們來看這裡好了 先經過一個L函數 先經過一個L函數 再經過一個Radio 再經過L 再經過Sigmoid就出去了 對吧 我們現在只是說 L經過了以後 我們先經過一個Dropout layer Dropout函數 再經過 再把這個DP丟去Radio 再把它丟到L函數 再經過Dropout函數 再丟去S函數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它本質上要增加一個Layer 增加一個Layer 在解反向傳播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路傳下去 這個還好 所以我們只要能夠定義Dropout的意思 然後它這個函數是可為分的 有存在這個函數 並且這個函數可為分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在神經網路裡面加上它 這個概念非常的重要喔 我們在之後的課程 會繼續教新的Layer 還有一些其他的Layer 你到時候會發現一個神經網路 其實是很多個Layer組合在一起的 已經不是神經元的概念 是很多個Layer 這個Layer就是一個函數組啊 這樣懂我意思嗎 函數組 好那 來看一下Dropout的Layer是什麼 如果被Sample到 就是0 那反之輸出 1-dp分之x 為什麼它要除上一個數字 因為你本來 你本來 假如說你 你再想一下 本來你們每個人都有一票 你要對這個問題的答案 每個人都有一票 我今天把一半的人抽掉 那你們所有人的票 是不是就變2倍了 這樣可以了解吧 所以你必須除以1-dp dp是一個參數 藉由0到1之間 當然 0的話是可以的 就是你永遠保留100% 對不對 1的話那就不要開玩笑了 所以通常沒有在1的啦 好不好 可以很大但是沒有在1的 除以0.9 除以1-0.9 就是你 丟掉了92%的人 每個人的票數 就除以1-0.9 除以0.1就10倍 因為留下10%的人而已嘛 所以你的票就變10倍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所以 Drop out layer 注意一下 很多人會忽略這個細節 很多人會忽略啦 好當然啦 我知道 大家等到下一節課以後 大部分人就會開始使用套件 使用套件 套件自然就會做這件事情的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那但是很多人在實現 很多人會 很多人會忘記 Drop out 其實有這個機制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因為他在圖上面呈現不出來啊 其實好像也是可以齁 他把這裡加出就好了 對不對 他在圖上面 但是他在圖上面就呈現不出來啊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很多人會忘記這個部分 那他的導函數長什麼樣子 導函數什麼簡單啊 這跟Ralue很像對吧 那0的導函數當然是0啊 那 你把X除掉 下面這個也是長數項的部分 對不對 X除掉 那就這個樣子而已啊 非常的簡單 對吧 那 Drop out的這個導函數 暗示著 T度的更新 只更新被抽到的部分 剩下的部分不更新 這樣可以了解吧 這件事情合不合理 合理 這樣可以齁 好我們來看一下 練習3 將Drop out引入至神經神經網路裡面 我們多了Drop out layer 我們在解梯度的時候 多解了一些東西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你看這個東西會覺得非常複雜 這是正常的 我們對一般的這個 就是你如果只是來學個概念的 你不需要懂這些東西 學習寫程式的 也不需要懂這個東西 就你真的想要 開發新的神經網路 想要 你夢想中有一天 可以產喝那個什麼 Gym和Net 之類的 不過現在也沒有人這樣命名的 好不好 這個 那這樣也許你可以 你需要學這些東西 但是 我還是覺得這很重要 就如果要搞理論的 這個東西不得 你必須要會 不然你沒有辦法實現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請你 試著把它實現 如果你實現不了 直接貼答案 謝謝 好我想就是 我們現在要上的這個部分 是 我覺得今天最重要的部分 我們要做個小小的總結 雖然我們這一節課 還有一個小節還沒有上完 這樣子 好我們首先 我們已經 我們現在先清點一下 我們到底有多少參數可以調 好不好 來 這個Noise 對吧 來 Oversampling L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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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Decay Dropout 參數 這邊我們先暫時當初 不能調好了 神經網路的大小 對不對 然後Lending Rate Beta1 Beta2 真的是很多啊 你可以看得出來你要訓練 所以說 但是我們可以分類一下 上面這些 都跟 還有Bench Size 都跟Oversampling有關 對不對 好我現在問大家一件事情 我們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 呃就是 我們這個 跑出來的數字多少 大家還記得嗎 我們隨便跑出來的 好現在有個0.8 就是差不多對不對 好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一般來講 我在做實驗這麼多的參數 我現在教大家怎麼好好調 好不好 好 首先最開始的時候 我強烈建議 你先用最簡單的Model 簡單可以簡單到什麼程度 Number of Hidden 是1 這夠簡單了吧 這已經算是最簡單的模型了 當然你還可以用 限氣模型了 但Number of Hidden 是1已經是限氣模型了 然後不要任何Noise Oversampling 要關不要都可以 Drop Out也不要 Ferriside大一點 假如說200 好 我們先試著 做一下這樣的結果 這個模型非常簡單 簡單到他不可能會Overfitting 因為他限氣模型 哇這個 這個Size太差了吧 這個 這個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換SGD會不會好一點 喔他也不給面子了吧 那 等一下還是Aden 但是我不要1好了 我10 好我一開始做實驗 你看 我隨便用了一個小Model 他Performance是多少 Training Set是0.82 對不對 Radining Set是0.80 這樣可以吧 我這樣跟你講 我們現在有了這個Bestline 之後 我們要知道這就是 這個顯然 不太有Overfitting的感覺 因為小Model 是不會Overfitting的 這樣 Don't always 你都用線性模型 這還會Overfitting 還 就幾乎不太可能會Overfitting 這樣Don't always 因為你的樣本數遠超過 你的代解參數 對不對 好所以你要知道這件事情 我們得到了Bestline之後 我們現在要看看他 如果我們現在想用個大網路去Inhance他 那正常的狀況下 Training的Accuracy一定會上升 對不對 因為你Fit更好了 我們當然期待的是 Validation的Performance 也被往上帶 這是我們期待的 這樣Don't always 好那我們試著把10 加強到30 注意件事情 當你網路很小的時候 沒有什麼Overfitting的可能性 所以請你不要隨便去增加Overfitting的那些 避免Overfitting的參數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欸有差嗎 一點點 好啦我們現在 那我們現在不管了 我們現在隨便直接用100 好100他總該Overfitting了吧 好 Overfitting的Arianda Curve剛剛 做到差不多就是0.81上下嘛 對不對 0.8到0.81上下 然後Training的Accuracy大概都0.82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那麼慢 真的是有點久欸 好等不太下去了 我現在就做理論解釋好了 當你的Training Accuracy 跟Validation Accuracy 非常接近的時候 請問一下這有沒有Overfitting 這沒有Overfitting對不對 好像這樣有沒有Overfitting 有 這樣是有Overfitting的喔 為什麼 Overfitting到底叫什麼意思 過度擬合 它的原理是 Training Set 我太Fit Training Set了 我把考古提背的太好了 導致我在未來應用的時候 Performance不好 考古提背的太好 你就會產生那種奇怪的分割邊界嗎 你懂我意思吧 我為了避免那個分割邊界 我最終的目標是 希望Validation的Performance是好的 所以這樣是有Overfitting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樣是有Overfitting的喔 Overfitting 你要解決Overfitting 你才要調這些參數 上面這些都是 減少Overfitting的 上面這些都是 降低Overfitting的問題嗎 對不對 那如果你發現 我隨便舉個例子 你發現 舉例來說像剛剛 舉例來說你看到這種結果 那你千萬不要覺得你Overfitting了 你連Fit都還沒有Fit 你這樣懂我意思吧 也許一開始就優化失敗了 也許你很快就被困在局部極直了 或者是你的Learn Rate 調太大或太小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你千萬不要在這個時候 去調整Overfitting的參數 因為你根本還沒Overfitting 你還沒fitting成功 怎麼Overfitting呢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當我們現在發現了Overfitting之後 我們這些手段 當然就可以開始用了 對不對 好我們先降低Bench Size 降低完了之後 我們 我們可以一個一個降 好哎有好一點哦對不對 有接近一點對不對 好接著 Drop Out Rate 我們先用其他的好了 Lound Rate 0.001 哎又更好一點對不對 可是都還沒回到原來的水準啊 來0.3再加再來一個 你有沒有注意到在你 增加Overfitting的效果的時候 Training Training accuracy是會下降的哦 注意這件事情哦 你的懲罰 其實是在懲罰Training 我這樣問你好了 你這個結果跟剛剛我們 完全不用 這樣避免Overfitting的問題 然後用小網路 是不是小網路表現的還更好 對吧 所以其實 有時候你根本就不應該用大網路了 有時候好 我繼續講 在這樣的狀況下 我已經這個樣子 現在有Overfitting的問題了嗎 好像已經幾乎沒有了 如果這個時候你去增加 Drop Out Rate 比如說增加了0.5 那你在害他 他已經沒有Overfitting的問題了啊 然後所有避免Overfitting的手段 都會去危害Training Set的 accuracy 所以你加的越多他就 fitting不足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剛剛有人問我啊 剛剛有人說 Drop Out好像越大越差啊 保全 那是因為你現在問題不是Overfitting 你面對的問題不是Overfitting 你面對的問題是 沒有辦法fitting不足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 雖然說我們在Paper上面 我們從來我們也許你看Paper 根本不會看到 有人report training data的 這個accuracy 但是你實際在做的時候 你要非常的注意啊 training data的accuracy 跟validation data的accuracy 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 決定了 到底你現在要挑什麼參數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你要發現他們兩個離的很遠 而且training很高 那你才要去解決overfitting的問題啊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如果說training已經很低了 rading更低 那你調overfitting有時候也根本沒有意義 你可能還fitting不足啊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吧 好 這些調參數的技術很重要 好 我們把所有跟overfitting有關的技術都關掉 主要來說浪打還是零 Noise也是零 然後bending size 也20好了 這個時候我們不用 我們這個時候 我們50好了 這樣比較容易overfitting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應該會overfitting吧 因為他沒有任何防止overfitting的技術嘛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接著 好 現在看起來是overfitting對不對 這個時候當我們把dropout rate調到0.5 他應該可以降一點 有 付出一點點training set的代價 然後讓提升validation set的accuracy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結果如何 欸 這樣調太多了 我們調低一點好不好 0.2就好 他降了太多了 這樣可以吧 所以training set的accuracy 在調參數的時候也是很重要的一個指標喔 千萬不要覺得training set的accuracy都不重要喔 好 他稍微可能只能 可能只能有個0.05的dropout rate吧 但是這個結果 這個結果比起這個結果 然後稍差 所以他還是太重了 你給的oversampling的懲罰還是 欸 你給的 那個overfitting的懲罰還是太大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這個東西你也是要調的啦 我就 我就不調了 我想告訴大家的事情是 這一些參數有一些是 同個屬性的 比如說 這一些 都是跟 oversampling有關 這個東西同時比較特別 他同時跟 oversampling有關 不是oversampling 這些同時跟overfitting有關 這個同時跟overfitting有關 也跟優化的 局部極小值的問題有關 對不對 這個東西跟優化的過程有關 這個東西跟優化的過程有關 你跨的太大部跟太小部的問題 這個東西跟什麼有關 不想被困在局部極直有關 對吧 不想被困在局部極直有關嗎 你的慣性動量要多大啊 這些等等對不對 你的offminer跟什麼有關 你的走法決定要嚴格遵循地圖走 還是只是想走一個方向 這樣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然後這個跟網路的大小有關嗎 所以他們其實是可以出分成幾個屬性的 那根據你現在遇到的問題 你怎麼去診斷你現在遇到的問題 可能是 當下的accuracy training accuracy 跟validation accuracy之間的關係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調出一個最終解 引用最後你只能夠把一個model用在testset上 你都已經在validation上選model了 你不能夠到testset上面report10個model出來 然後說最高的是什麼 那你就等於把它當validationset用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所以 大概我們現在知道的這件事情 就是 我們手上有的工具這些 那你當下遇到的問題 你需要透過 改變那個工具 跟那個工具有關的參數去解決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這樣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調參數不再是那麼的 你如果這些都很了解 你就會發現調參數不是那麼的 沒有必要就是 你不是亂調真的不是亂調 真的是要case by case 這樣可以 好那我們來注意一下 我們現在還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現在都固定 一萬代對不對 可是實際上大家看一下 我這裡就不亂了你看一下 來 如果你只訓練五千代 他的 training set跟validationset accuracy很接近 但是 準度還不足對吧 當到下面 一萬代 有拉開了 拉開了一點點 但是validationset也被帶上去了 對不對 兩萬代呢 這個又更上去了 但是這個 開始下降了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 其實啊 不是訓練的越久越好 為什麼不是訓練的越久越好 因為你 隨著你就一開始這個 你一開始這個就是 你隨機其實 隨機的時候當然是很爛 你慢慢的轉往你的 那個global maxima走的時候 你 你走到 你會 你中間會遇過非常多個 local maxima 你不見得到的了 global maxima 應該正常來講 是到不了的 你中間會遇到很多local maxima 那有時候 有時候你的 那注意一件事情 你的local maxima 你的local maxima 是for whart的local maxima for training set的local maxima 什麼意思 就是 你到達local maxima 或者你運氣很好 你走到了global maxima 是你對 training set的data 有很好的fitting效果 這是你要的嗎 不是 對吧 因為這很有可能會 造成 這個overfitting 那我比較好的做法是什麼 我們剛剛前面好幾個 訣竅啦 避免overfitting 或者是 讓bench size 這個變小 讓它變異變大 讓它不容易停在local maxima 對吧 這麼多的努力 就是為了讓它不容易停 對吧 好 那我要跟你講的是說 那 可是 training久了 你如果給你training 十萬代 那個noise 終究會被 大量的學習給 區分開來 有些地方就是noise 有些就是true 這樣都有意思吧 那你這麼 你的網路訓練了這麼久 你卻讓它有能力學到 到底哪些是人為的noise 哪一些是true的時候 他是不是就會去學true了 對不對 可是抱歉 那個true跟 validation set 又是 那個其實 又是一個獨立於validation set 上noise 它又去overfit的那個noise 我們把那個東西 不要叫它noise 叫它bias bias就是系統性的誤差 對不對 這個系統性的誤差 是沒辦法避免 training set 跟validation set 就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想要讓它 盡量的減少bias 我們給它noise 會讓它 一開始的時候 對bias 他會把bias放進 noise裡面去 但久了以後 他就有辦法分辨出bias在哪裡 然後他就學它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啊 我們可能還必須 我們在每一次 每訓練一個階段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看它的 training accuracy 跟validation accuracy 來看看它 現在是不是要停止 如果我們發現 validation accuracy 不再下降 不再上升了 事實上就可以停止了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所以某些paper 那個paper就是 我這樣帶你們看這片paper 我希望有一天啊 大家在看這片paper的時候 這片paper 我為什麼會特別選這片paper 是有原因的 第一個 這片paper 解決的是一個醫學問題 所以對大家來講 不會那麼困難 這是一個 用tricks x-ray 來做分類的一個模型 對不對 第二個 最重要的是 他是一個資工系的老師寫 資工系的團隊寫 所以 他會有非常 他 雖然他投稿在plusmedicine 但是 他畢竟就是這些人寫出來 他們 文章中會大量運用到他們的 喊話 你如果 但是我剛好告訴一件事情 畢竟他發表在plusmedicine 所以有醫學的reviewer去review過了 這一些是醫學院的人看得懂的 這樣都會 那我期待大家 大家畢竟在醫學院 大家在醫學院就是 你不能完全不懂那些行話 可是一個專業的醫學 醫學院的人 醫學院的從業 醫院的從業人員 你必須要有能力看得懂plusmedicine plusmedicine的review 認為 他看得懂 你應該要跟他同樣的程度 所以我很喜歡這片paper 他寫的也非常細 他裡面寫什麼咧 early stopper 來 我們看這一段話 他在描述什麼東西 來 你現在這一大段話 應該幾乎很多都聽懂 we train the network with minibank size 8 這個看得懂嗎 binibank size 8 and use initial learning rate of 這個你也知道 learning rate是什麼 初始的學習率是 萬分之一 that was decayed by a factor of 10 each times the loss on the tuning set 這個意思是什麼咧 這個意思是說 我 我過一陣子我就會把它除以10 這 decay 10 對不對 我過一陣子我就會把它除以10 在什麼情況下咧 tuning set就是那個 就是我們的rading set 好不好 tuning set 他的tuning set是我們rading set 因為他分三個樣本 tuning set tuning set跟rading set 最終驗證一次的那個結果 他說他tuning set的loss 發生了 這個是一個那個什麼 這個高原的意思 這是一個高原的字 意思就是 不再動了 不再動了 我就把 learning rate除以10 為什麼 你還記不記得 learning rate大代表什麼意思 一步很大 你不容易被困在七行山山頂 但是你一步就越過了整座山 所以你就不知道 你就不容易找到好地方對不對 所以過一陣子他就把它 把它除以10 好 所以這樣的事情 什麼叫一個epoch epoch a full pass over the training set 他把整個training set 看過一次 所有圖看過一次之後 這就叫一個epoch 他就去檢查一下 in order to present the network from overfitting 我去怎麼預防 overfitting early stop was performed by saving the network after every epoch 什麼意思 每經過一個epoch 我就把你的network存下來 那 我看一下我的 這個network 他的performance有多少 所以在你的training過程中 他存下無數的網路 然後他chosen the safe network 存下來network裡面 有最 在tuning set上有最小的 lost 也就是在tuning set上最準的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可以吧 好 我沒有使用其他的正則化技術 像是wet decay 或是drop out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每一個training的stage 他大概 後面這不重要 他就說他在NVIDIA GPU上面training了多久 什麼之類的 這個不重要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這一段看起來 我相信在一個月前 你們沒有人有能力看懂這邊的話 你現在發現 其實我看得懂 對不對 對不對 NZ你看得懂嗎 好像看得懂對不對 所以你聽得懂 人家的行話 對不對 上面還有一些行話 我們到時候再來看 什麼512x5 512pixel 什麼那些 我們之後再來看 可是你發現你訓練過程 你居然完全看得懂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所以early stop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你必須 你必須要每一個epoc 就去檢查一下 你把model存下來 那你最後選一個最好的model 把report出去 好 這個有一些同學 在做這個 其實有做那個xgboost 有沒有注意到 他就在做這件事情 他每一個 每做一個新的數 他就 驗證一下 准度 發現准度在下降了 就停止了 對對對 對對對 這樣可以吧 所以 人工程序 deep learning 也在做一樣的事情 好 你學到這麼多技術之後 你會發現 那其實啊 其實舉來說 我們這邊舉個例子來講 你如果看這個paper 你如果想要比這篇paper做得更好 你看得出來 你覺得你去調learning rate有意義嗎 沒有意義 你看 因為他設計了一個階段式的lending rate 對不對 你覺得他容易overfitting嗎 你不知道 如果他要report training set的accuracy的話 也許他會發現 training set的accuracy跟 verdention set的accuracy已經很接近了 那你需要用 你需要用 oversampling的技術去 就是這個 避免overfitting的技術去解決他嗎 不需要 對不對 這樣懂我意思嗎 也許他還fitting不足 但是他可能需要一個更大的網路或什麼的 那我們還沒有交圖像的網路 但 anyway總之就是 這個 呃 你會發現啊 以後你再training 你這些理論學會 你學了 好幾個參數 現在已經至少十個參數了 你會發現 打到最後後來 其實你 你如果足夠精健 實驗也做過了 我們剛剛 那些東西你也有學到 而你會發現 其實 也許你不用太去調參數了 因為你對這些參數非常了解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我們大概 我們今天啊 其實大概就是上到這裡啦 我們 就是 花了一些時間 解決了過渡擬核問題 我們有解決嗎 其實我們沒有解決 過渡擬核還是存在 我們人單沒有一個global solution 去解決 所有overfitting狀況 可是我們知道在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我們用什麼樣的技術去協助他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 參數實驗是必要的 但是 經過 很多學習之後 你會知道 有些參數實驗是可以省去的 就像說你都已經發現 你的training accuracy在下降 你還需要去調 你還需要調高dropout rate嗎 不用 對吧 所以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你必須 你熟練的記住這些知識之後 你就 你就會 你就會 你就會學到了 這樣可以吧 好 下節課開始我們會教你框架 平台 我們之後啊 我們之後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我們學了這麼多 我也親手做了一個 這個 函數給你了 你可以 我跟你講 在這一節課以前 所有的程式碼 你們都不需要學 即使是想選誰程式的 也不需要學 你們只要知道概念 跟著做實驗 得到概念 這樣就可以了 只是我很希望 我為什麼要留下那些程式碼 我是要教大家 欸那個真的不是 我沒有實現的話 大家不會感動 大家不會知道說 哦這個東西 它真的就是那個這樣子 是那麼 那些數學推導 是為了幫助你理解那些東西的本質 這樣可以吧 下節課開始 我們會用框 我們會 我們會用套件來開發 可是你注意到這件事情 所有的 神經網路 它本質上 都是一堆可為分的層 的累加 對吧 我們在一堆推導裡面 我們已經發現這件事 所以啊 未來的框架跟平台 你只要指定好N個 可為分的層 的連續累加 它自然就可以幫你解為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框架跟平台其實是在做這件事喔 那你不能夠 我這樣跟你講 好了 既然你知道這件事情 到時候你在找套件的時候 我之前就遇過有同學啊 問我說 他覺得Step Function 很好 Step Function 很像神經 神經源的思考方式 他說到底可不可以 到底在套件裡面要怎麼找到Step Function 問這個問題根本沒有搞清楚 Step Function 不可為分 怎麼會出現套件裡面呢 放在裡面那整個神經網路也不能訓練啊 所以套件不是萬能的喔 套件就是人寫出來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該符合的數學你還是得符合 所以我們未來就會用套件來做這件事情 好 那這個 未來啊我們會把重心轉向實務開發 當然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會學到一些 圖像網路的這個開發 跟我們另外一節課有關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上到這裡有沒有問題啊 沒有問題啊 沒有問題就是我們還有梯度消失問題 跟這個 這個 就是權重初始化問題還沒解決嘛 對不對 過度禮盒問題 沒有解決 但是 這個 但是我們學會了很多技術 我們學到的技術已經多到 如果全部使用 會讓它 fitting 不足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不要 overfitting的這些技術也不要亂用 還是要注意一下 好那我們大概今天就上課上到這裡